我们在主里平安 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我们看PowerPoint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好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可以看前面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臂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犹大问耶稣说 主啊 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 不向世人显现呢 二十三节有没有 好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就必须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好 我们再来就是二十六节 十四章二十六节 好 来 领保会师就是父 因我的名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要教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的一切话 好 这里说圣灵 要指教我们 叫我们想起 他对我们 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 再来我们要读诗篇一百三 圆案十五章 好 圆案十五章 第四到第七节 好 我们再一起来读 来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知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知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人在火里烧了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好 这里说 我们是知子 主是葡萄树 我们要藏在主里面 藏住在主里面 藏亲近主 藏读主的话 藏祷告 跟神亲近 那么呢 他说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下面我们要再读诗篇139篇 诗篇139篇 那么这一章呢 我们就弟兄姐妹轮流读 弟兄读一节 姐妹读一节 第一节弟兄来请 耶和华你已经见察我认识我 姐妹 我行路 我躺卧 你都细查 你也深知 我一切 所行的 你在我前后 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我往哪里去 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 躲避你的面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海极居住 我若说黑暗必定 遮蔽我 我周围的亮光 必成为黑夜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腹避我 我到身上 因为我受到 遗蔽所为 你的后悔 遗蔽 这是我 今生意发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 被联络 那时 我的行体 并不向你隐藏 神啊 你的意念 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神啊 你必要杀戮恶人 所以你们耗留人血的 离开我去吧 耶和华 恨恶你的 我岂不恨恶他们吗 攻击你的 我岂不争嫌他们吗 神啊 求你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好 我们读圣经 我们就读到这边 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 活在上帝 同在的生活 上帝同在的生活 活在这种人生里面 你信了耶稣以后 上帝有没有跟你同在 有的请举手 还要想一下 好 请放下 那么你信耶稣以后 上帝没有跟你同在的 请举手 没有人嘛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上帝同在 那么请问上帝同在 一天几小时跟你同在 你认为上帝24小时 跟你同在的请举手 24小时 好 请放下 你认为上帝不是24小时 跟你同在的请举手 不是24小时跟你同在 好 请放下 那我跟你讲正确的案 上帝24小时跟我们同在 因为什么 因为祂是爱我们的上帝 祂是全能的上帝 祂是无所不在 祂就住在我们里面 圣经说 当我们接待祂的时候 祂就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上帝一定是随时与我们同在 圣经我们这样说 祂随时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 所以现在开始 要知道上帝随时与你同在 但是问题是 有时候你可能感觉 不到上帝的同在 你有没有有时候觉得 上帝没有同在的 请举手 有一些的 请放下 有时候你觉得 好像上帝没有同在 为什么呢 因为好像碰到一些问题 好像上帝没有救我们 好 那我们来看 这里 诗篇 139篇 这里说 耶和华 你已经见察我 认识我 哇 上帝怎么样 见察我们 我们把 那个 PowerPoint 请PowerPoint 打出 诗篇139篇 你已经见察我 认识我 所以 上帝有没有认识你 有没有 有 上帝有没有了解你 有 有没有看透我们 有 哇 有 你怎么样 我坐下 你现在还没坐着 刚才金败有没有站起来 这里做什么 你都晓得 上帝知不知道你站起来 上帝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坐着 上帝睡觉的时候 他知不知道 知道 所以呢 我 坐下 我想你都晓得 然后呢 我行路我躺卧 你都细查 哇 你躺着在想什么 他都仔细 在 在 在查看你在想什么 他都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在那边睡不着的时候 在那边很难过的时候 他知不知道 知道 你在那边想你的孩子的时候 他知不知道 知道 你在那边担心你的孩子的时候 他知不知道 知道 你在那边 受苦的时候 很难过的时候 他知不知道 知道 这谁说的 圣经说的 上帝说的 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 感谢主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好 可以继续下去 连什么 我舌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 不知道的 哇 你讲什么 上帝知不知道 知道 你小声讲的 那个人怎么这样子 他听不到 上帝有没有听到 有 上帝有听到 所以每一句 上帝都知道 然后又说什么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 哇 前后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上帝 有没有 前后环绕你 圣经说的 有 有没有按手在你身上 有 按手在你身上 按手在你哪里 痛的地方 身体痛的地方 按手在哪里 心里痛的地方 上帝都知道 上帝不但知道 而且按手在你身上 好 感谢主 所以呢 上帝都知道 然后 后面有提到说 在母腹里的时候 我未成形的体质 我还没有成形的体质 你早就看见 我们在爸爸妈妈里面 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上帝早就看见 那 我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 哇 你的人生 你还没有度过 你未来要度的日子 上帝都知道 都写在册子上 所以 我们一切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可是你问题来了 上帝既然掌握在你手中 你为什么让我受苦 好 等一下再说 好 那我先说 我老大 大儿子 他一岁多的时候 左右吧 我们看他怎么 讲话 跟他讲话 他都偏一边来听 奇怪 跟他讲话都偏一边来听 都偏右边来听 然后我们就想 那就跟他讲左边吧 远一点 他就没有听见的样子 然后右边听见 左边没听见 有问题 那时候在高雄 赶快带去高雄医学院去检查 果然左边要一百分贝才听得到 哇 那怎么办 没办法 因为天生的 什么叫天生的 上帝给他的 这样好不好 不好意思说了 上帝说好 要不然上帝怎么会给他这样子呢 对不对 上帝一定说好 因为我们人看起来不好 神说好 那你说谁好 一定上帝说的好 要不然上帝怎么会给他这样子 所以一定好 大家说一定好 感谢主 那好在哪里 好在 好在 好在他不用当兵 还有呢 好在哪里 好在他要倾听 他要用力 用心听才听得到 那好在哪里 他左边人家讲他坏话 他怎么样 听不到 好在哪里 好在他知道 他自己是有限的 人是有限的 他就更倚靠神 更谦卑 是不是 那我呢 我有一只脚是 大腿萎缩 所以小学三四年级 赛跑的时候 跑一跑 跑跌倒了 在超长跌倒了 跑太快地跌倒了 后来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 好像我妈妈还跟我讲 你这个脚有一点不一样 你看看 真的 这个比较瘦 好在哪里 不用当兵 还有呢 不用再跑 好在 好在 神让我知道 他好像雅各一样 把我大腿摸了一把 所以大腿就怎么样 就瘸了 意思是说 这个大腿就比较瘦 就没有力量 让我知道 你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 自己好像很厉害 但是神说摸了你一把 所以你身上有没有一个缺陷 身体的缺陷 或者是什么 生命里面好像有一些的缺陷 好像有一根刺在你身上 让我们怎么样 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倚靠神 所以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是不是 要不然 哇 我很会赚钱 哇 我很会读书 哇 我很会做生意 哇 我很会管太太 管先生不是管太太 我都是被太太管的 哇 我很有恩赐 神让我们有一些软弱 让我们更依靠祂 那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软弱有没有越多 有 年纪越大 当然软弱越多 所以就怎么样 更依靠神 是不是 所以更依靠神 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会更好 年纪越大 生命更好 我们一起说 年纪越大 生命更好 年纪轻轻 生命也很好 请年轻人说 年纪轻轻 生命也很好 因为倚靠神的话 生命就可以很好 所以感谢主 那 我出生不久 我就送给人家 但是我不知道 一直到高中的时候 反正因为我的双胞胎哥哥 跟我是隔壁班 高中隔壁班 然后呢 他也基督徒 我也基督徒 我们又是高中团企 所以呢 我们的团企才 三四个人左右 每个礼拜见一次面 人家就说 你们两个这么像 你们两个这么像 那我双胞哥哥 他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我在学校里面 常常被人家拍一个肩膀 我不认识 他怪怪 我也怪怪 他看我很怪 所以他还怪 因为我回忆没有那么乐切 他以为是 认识我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后来呢 我这个亲生的家庭 兄弟姐妹 他们就从小学六年级 到学校去找我 我问 请问你是谁 他说是你家的朋友 家人的朋友 没听说过 那我又不好意思 陪他们讲话 他们是谁 我也不知道 原来他是我哥哥 我姐姐 那我妈妈 我国中三年 每一年生日 就拿礼物到学校找我 然后有人就广播把我叫出去 到门口 然后说这给你吃 你是谁 他说你妈妈的朋友 然后回去跟我妈妈说 你的朋友邻居说 送这个给我 我妈妈说 你怎么给人家拿 我说我不要拿 他一直拿给我 我有什么办法 所以 所以后来 他又就邀我去家里 去他们家玩 我就是不好意思拒绝 只好去 去了 就这样子 怪怪的 总是他们怎么都会 要我去 后来自己 用一点脑筋 想一想 研究一下 看一下身份证学型 最后判断 应该 我不是亲生的 因为没有人告诉我 可是因为这些现象 那你说 我知道我不是亲生的时候 我又没有很受伤的感觉 为什么我爸爸妈把我送出去 我怎么可怜 一秒都没有 我在我知道的时候 我就怎么样 感谢主 我可以向两个家传福音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 所以一秒都没有忧伤 只有感谢主 因为我可以向更多人传福音 所以在上帝的里面 好像有一些 所谓的不幸的事 所谓苦难的事 都要成为什么 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在基督里 在神的眼光来看人生 就不一样 对不对 那有没有好处 好处多多 遗产还有两份 恩典有两份 对不对 所以呢 神早就知道 那为什么上帝要我 把我送出去呢 因为上帝要我在另外一个环境 来谋练我 来操练我 让我的生命更像祂 这是神对人 一生的目的 就是要让我们 像耶稣那么完美的生命 所以不论你有没有读书 不论你赚钱多少 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 都是最尊贵的 都是最荣耀的 我们要不要跟人家比 可以比啊 比来比去 结果是什么 名片拿出来 上帝的儿女 名片拿出来 上帝的儿女 名片拿出来 上帝的宝贝 名片拿出来 上帝的宝贝 阿们 好 每一个都亮名片 来 亮出来 跟隔壁说 我是上帝的宝贝 跟他说 你是上帝的宝贝 阿们 上帝不是看 有存款一亿才是宝贝 存款 零是不是宝贝 宝贝 感谢主 所以 人看外表 神看什么 神看内心 所以 你到天上去 你不信 你到天上去看看 你到天上去 上帝会不会看你 你哪里来的 住在台北大安区来的 你哪里来的 非洲来的 告诉你 每一个都是神的宝贝 这就是 你要重新用神的眼光 真理 看自己 看别人 你就不会怎么样 活在不平衡的里面 因为上帝是这样子爱我们 感谢主 爸爸妈妈眼中的每一个孩子 是不是都是宝贝 当然是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真理 所以呢 你就知道 上帝与我们同在 上帝爱我们 连 然后睡觉 起来 上帝就知道 睡觉的时候 我会打呼 我睡觉的时候 我会呼吸 暂时停止呼吸 上帝知不知道 知道 我会睡不着 有时候会睡不着 那上帝就叫我起来 读圣经 祷告 因为上帝要对我说话 所以让我睡不着 就起来读圣经 读完就睡着了 那是 睡不着 有时候 这个 睡到一半会被咬醒 因为我 因为我打呼了 师母就把我咬醒 有时候睡到一半 手会被拿下来 我一定有手放在胸前 师母叫我的手拿下来 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他 难道整夜都不睡觉吗 都在注意我吗 太可怕了 他跟上帝一样 所以上帝派一个 这么爱你的另一半 在旁边 来帮助你 来照顾你 上帝都知道我们一切 感谢主 这就是神的爱 他说他说他在我前后 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神按手在我身上 前后环绕你 你身体不舒服 他前后环绕你 你被人家伤的时候 他前后环绕你 而且他按手在你身上 那你为什么没有觉得 因为你要相信他有按手 而且你要相信他对你说话 他对你怎么说话 你要问啊 神啊 你对我说什么话 现在你对我说什么话 当你的孩子让你难过的时候 当你的另一半让你难过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 他就说 我为什么 我已经祷告了 主啊 他每天离休 读心的时候就祷告 祷告的时候祷告 说神啊 让我不要再对孩子生气 不要再对我的老公生气 可是呢 每天都还是对孩子生气 对老公生气 为什么呢 他说我都说 主啊求你给我智慧 那我就跟他说 神有没有给你智慧 有啊 智慧在哪里 圣经怎么说 圣经说爱是什么 爱是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所以如果你的先生让你生气 要怎么样 凡事包容 凡事忍耐 要不要对他生气 不要 所以你求智慧就说 神的智慧就说 不要对他生气 不要对他血气 你的孩子让你生气 早上起来 孩子这个不赶快起来 让你在那边急 生气 那你要不要对他生气 神说不要生气 要什么 要凡事包容 凡事忍耐 那你要祷告什么 你要祷告 神啊让我不要生气 神啊让我包容他 让我原谅他 让我忍耐他 因为他是什么 因为他是软弱的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没有力量 主啊帮助我 所以呢 你就会有一个饶恕的爱 就有一个什么 忍耐的爱 包容他 他就是会犯错 我们一个隔壁说 他就是会犯错 我的孩子就是会犯错 好 大家一起说 我的妈妈爸爸就是会犯错 我的另一半就是会犯错 所以我一定要包容他 如果你不包容他 你一定很苦啊 因为你不听神的话 那我们犯错 上帝有没有饶恕我们 有 我们犯错 上帝 我们悔改 上帝有饶恕我们 所以呢 我们听神的话 但是你说 祷告好像不够 好像没力 那因为我们那个气太大了 我们那个饶我 太大了 所以呢 还在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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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主耶稣在科西玛里园祷告 他祷告几次 三次 他祷告 然后呢 又去看门徒 门徒怎么样 睡着了 再祷告 主啊 不要按我的意思 只要照着你的意思 主啊 如果可以把这个苦杯拿走 因为要上十字架 很苦 但是不要照我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他祷告 他跟天父祷告 祷告的什么 汉滴如什么 血点 好像流血那样的 祷告到有谁帮助他祷告 天使来帮助他祷告 请问 你祷告 说不要对孩子生气 不要对另一半生气 你有没有祷告到汉滴如血点 你汗都没流啊 表示我们老我太强了 根本没有 还不够对付 说帮助我 不过他太可恶了 不过他太太 都不听话 都是我我我 对不对 还没有汉滴如血点 有没有祷告到天使来帮助你祷告 没看到啊 其实天使也要帮助你祷告 可是你都不让天使帮助啊 就我的老火就起来了 我要去骂他了 不 我们要祷告到怎么样 汉滴如血点 我们要祷告到完全的得胜 打电动打太多 要怎么样 要祷告 祷告到怎么样 三小时变两小时 对不对 感谢主 继续祷告 神在前后还到我们 我女儿 她大概三四岁的时候 我们去台中大甲 一个营地 然后去那边住几天 然后有一天 我们开着车子 从大门口出来 要左转 结果一左转的时候 很慢喔 因为一出来就是大马路了 结果我那个车门 右车门就突然打开了 然后我的女儿 她坐在前面 因为后面还有 师母跟老大 还有老三 所以车门打开 那个女儿大概三岁 三四岁 就滚下车子去了 就掉下去了 然后我又感觉到 车乳就把它压过去了 但是感觉是压到脚 所以赶快停车 赶快看她的脚 这里按 痛不痛 不痛 这里痛不痛 一点点 她用力压 痛不痛 还好 最后师母说 不用看医生 我说不行啊 要去看啊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然后我说再观察看看 后来都没有怎么样 后来她 小学的时候 她还是万兴国小的拔河队 她后来没有参加 金女的拔河队 所以神有没有保护 神保护 所以神知道 神与我们同在 神什么时候与我们同在 读圣经的时候 敬拜 刚才敬拜的时候 唱诗歌敬拜的时候 我们祷告的时候 还有我们没有做什么的时候 上帝都主动给我们同在 还有我们 神经说我们传福音 我们去传福音 叫人能够信主 做耶稣的门徒 祂就教导他们 然后祂就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幕了 高雄来比较怕冷 台北的比较不怕冷 所以读圣经的时候 神与我们同在 为什么 神直接用圣经对我们说话 所以圣经说什么 圣经 天保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圣经都是神所目视的 于教训督则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义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读经的时候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主耶稣要上十字架前 祂在感染山去克基玛尼园 去祷告 那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 就知道我们什么事情 都不要照自己的意思 只要照神的意思 太太 而且要顺服神 要上十字架 那个祷告 征战 不要照自己的意思 是很难的 但是靠神才做得到 好 我们说 不照自己的意思是很难的 一起来 来 不照自己的意思是很难的 男生 弟兄 开车子的时候 如果旁边是你的太太说 左转 右转 丈夫会通常会怎么样 当然有很多丈夫很不错的 说谢谢 但是有一些丈夫可能会说 我知道 会冷冷的说 我知道 那为什么太太跟他讲左转右转 男生就不大舒服 可是GPS说 前方几公里处向右转 他就乖乖的向右转 前方几公里处下交流道 他就下交流道 可是太太说 前方几公里处向右转 他就你不要讲好不好 我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 不照自己的意思 就是自己的意思是怎么样 就要对太太开骂了 这叫做不照 这个叫照自己的意思 然后要不对太太凶一下 容易不容易 很难 所以怎么样 要不要祷告 要祷告到汉滴如邪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里面的骄傲很大 因为听太太的话是怎么样 是拿走我们领导的地位 是不是 我们就失去了领导 所以呢 就心里就不甘心 你有没有在开车 好 你就是有开车 你就犯的错比我还多 但是常常开错路 还是要叫我右转左转 这就是人的骄傲 人的不舒服 所以呢 连要对付这样的一件事情 其实都是触到我们里面的什么 里面的骄傲 所以要抓 就是要定十字架 把我的骄傲定十字架 容易不容易 很难的 不可能的 所以呢 只有祷告到死掉 才能够得胜 这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段圣经 就是神的话 对我们说话 除夕 我们刚刚过年不久 除夕那天 我们孩子到高雄去 然后师母的弟弟 他们全家到高雄去 那一天我们家 连我们要住十一个人 大人孩子 所以我就去 一大早就去买菜 那回家呢 就帮师母要打扫房子 预备寝具 装枕头 装棉被 然后她就晒棉被 还真 全部把它弄好 可是呢 这个 等一下师母说 少什么 到全脸去买 就去买 等一下又 少什么 到全脸去买 等一下又说 少什么 到全脸去买 所以连早上 就那一次 到全脸 一共跑了四次 所以跟全脸 连结在一起 好 那 你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你为什么不一次想好呢 为什么要分四次想呢 他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就不一样 他就是想到才想 想到才想 所以呢 其实这一点 要定时老我还比较容易 感谢主 因为反正可以完美 就是准备要帮助他就去了 好 这个还简单 那我们回 孩子到高雄 然后我们再回台北 回台北 要回去的前一天晚上 哇 师母又在 为这个孩子 这个家里 就把他打扫干净 然后用那个 吸尘器 不过那时候已经 十一点多了 我说 孩子在睡觉了 不要再用吸尘器 好 就是 没关系 他们自己弄 他已经弄很久了 他说 最后一点点 那我就说 不要弄 这样会吵到 我知道他 这样一点点 他就是吵到 他还是要弄 那我就说 你不是很爱孩子吗 可是 你到底爱孩子 还爱清洁 讲完的话 他也怪怪 我也怪怪的 然后 进去房间 他等到他进来房间 我当然 神会不会对我说话 神当然对我说话 不对啦 这样子不行 好 等到他进来房间 跟他 对不起 他讲话太重了 对不起 看他一脸可怜的样子 然后就得少释放 那 所以呢 神 随时 会不会对我们说话 会啊 所以 我们 神随时 要对我们说话 无论读经的时候 无论祷告的时候 无论没有做什么事的时候 神要对我们说话 神要帮助我们 活在 他的爱里面 那就是神的心意 神随时要帮助我们 对付我们的骄傲 对付我们的己 我应该 应该 我如果担心孩子 这个这样 我应该怎么样 答案是什么 后来我想到啦 那时候没想到 因为祷告不够啊 我应该去拿马步来 抹步来 就是说 啊 其实我要先 不用先讲了 先讲他说 不用不用 我要先抹步弄好 拿来 我现在都擦 你不必用那个吸尘器 我用擦的 无声 好 就好了 对不对 他担心的那部分 就把他用 无声无声的 把它磨起来 效果一样好 比那个可能更好 就是 祷告不够的关系 所以还会带来伤害他 所以我们要 祷告 祷告到 完全放下 做仆人 不要做 这个 骄傲的主人 不要弄 有仆人 我来服侍你 这样才行 好 然后我们诗歌 敬拜 唱诗的时候 是不是神同在 刚才 敬拜的时候 你有没有受感动 有啊 刚才敬拜的时候 我自己受感动 就流泪了 所以神借着诗歌 对我们说话 对不对 神借着诗歌 安慰我们 所以呢 这个 夫妻 我们 当中有夫妻的 请举手 你是夫妻 坐在一起的 好 腿放下 好来 那个 好 耀敏对梅君 好了 耀敏对梅君说 我愿意爱你 我愿意爱你 那梅君会感觉怎么样 哦 是的 谢谢你 他有没有反应 一定有反应啊 好 那 要敏来 请梅君两个站起来 好 那 要敏 按手 按手 两只手 按住他的肩膀 两只手 按 那梅君不用动 你就放轻松 然后 要敏跟他唱一句 我愿意爱你 来 来 唱一句 唱一句 来 哦 耶 好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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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君 请问你 有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叫他重复 有没有感觉 不 你 他如果没有对你这样说 当然是没感觉 可是对你这样说 当然有感觉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我意思是说 我们对上帝 刚才敬拜 说 主啊 我爱你 上帝有没有感觉 有感觉 上帝有没有对你同在 有 然后上帝会不会对你说我爱你 所以你会不会有感觉 有感觉 所以 唱诗歌 我刚才在路上来的时候 我就唱 我的神 我要敬拜你 我再走来的时候就唱这首歌 我一唱里面就很感动 所以常常唱诗歌 常常听诗歌 亲近神 神常常安慰你 医治你 我昨天听我老大说 我那个小孙女 她说有一天 教会在亲子室的时候 她看到 她现在两岁 刚满两岁 还没有两岁一个月 她看到有一个小学四年级的男生 就进来坐在亲子室 然后在那边生气的样子 她说我的小孙女就过去怎么样 拍拍她 然后抱抱她 然后亲亲她 后来那个生气的小学四年级的男生 就怎么样 就不生气了 二年级 不是二年级 两岁的孩子 她看到人在那里不快乐的时候 她就会过去安慰她 拥抱她 拍拍她 亲亲她 上帝会不会 当然会 连两岁的孩子都会 我们全能的上帝 更是对我们的痛苦生气 他一定会来帮助我们 阿们 所以要相信神与我们同在 我昨天听到也是很惊讶 两岁的孩子 真的就会有这种反应 这是神给人的爱 神自己把这个爱给人 因为我们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神自己当然会安慰你 但是关键要听神的话 你不听神的话 才一直觉得说 我很苦 我很苦 神说受苦与你有益 你说神有什么益 什么都没有了 有什么益 人家又不爱我什么益 神说他不爱你 你爱他 他不爱你 你有神的爱 你充满神的爱 他没有爱 你充满神的爱 然后你再去爱他 让他从你得着爱 他就会改变 你不是一直要他改变 神要你先改变 你先充满神的爱 因为你先得好处 你先得神的生命 好 那 我们祷告的时候 神与我们同在 读经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弗里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说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世界的 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所以圣经说 一无挂虑 你有什么挂虑 跟神讲 然后神会 让我们的心怀意念 想法 保守在哪里 基督耶稣里 被带到上帝的想法 被带到基督耶稣的想法 不是自己的想法 你自己的想法 就是一直在那边苦涂 一直在那边难过 一直在那边生气 一直在那边算他哪里不对 可是到耶稣基督的意念就是 饶恕他 他是软弱的 父啊赦免他们 他所做的他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他被罪他最蒙蔽 他软弱 他现在无力 那你呢 主要让你得生命 得得更丰盛 你是多结果子的资质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话 就转变过来 要不要喜乐 要 今天有什么让你难过的 很多事情让你难过 但是可不可以在基督里 变成喜乐 可以 为什么 从哪里得喜乐 得生命 更像耶稣 那才是我们要追求的 当我们得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给生命 然后你才会喜乐 昨天有一对夫妇 弟兄姐妹跟我说 他的亲人兄弟 哇 大有钱财 哇 这个人是 已经早早退休 可是怎么样 不快乐 不快乐 再问怎么样才能够快乐 因为他不知道 人生他的目标在哪里 他不知道人生还要意义 他要享受都享受了 人家说 他想要去买 买一个游艇 但他有钱人的朋友跟他说 你只有两个时候快乐 第一个买游艇那天快乐 第二个卖游艇那天快乐 你只有买游艇的时候 只有两天快乐 买的时候很快乐 开始用不快乐 因为什么 你不用满足 然后卖出去 这个烦恼拿走的 快乐 所以真正喜乐什么 主说的 有基督的爱 像他那样完全爱的生命 然后给出这个爱的生命 可是什么是你不快乐 是我们的劳我 我们的骄傲让你不快乐 你不能谦卑 不能饶恕让你不快乐 但是这个是什么 是不可能的任务 意思是说 人做不到 但是神说 在人不行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一起说 在人不行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在人是不能 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神就是每一天做这个 不可能的任务在我们身上 所以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神 丰盛的生命 都是神的儿女 不管你几岁 有人说 他太太跟他说 你50岁了 还在对付同样的罪 我跟他说 我100岁还是要对付同样的罪 因为我在活着的那一天 那个罪还是会来引诱我 所以我还是要靠神去得胜 而且可能 如果我越老的时候 可能身体的病比较多 那时候要更多的祷告 要不然我的自我中心会越强 然后你为什么不来照顾我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可是当我越疯 越倚靠神 越像基督的时候 我就不会 不用来 我祝福你们 为你们祷告 这就是神给我们生命 是不一样的生命 有一个 弟兄 他信主一年多 他在小组里面就做属灵家长 但是他生命还改变不多 还容易骄傲 还容易发脾气 别人说话 跟他意见不合的话 他就给人家不好的脸色 不容易接受别人意见 不容易顺服全品 他以为他可以服事神 因为他以前在社团当干部 在军中当干部 他以为用这些自己的才干能力 就可以服事上帝 可是他的生命 就是没有办法 常常他的负责同工 跟他打电话 或者开会的时候 他不想 不想开口讲话 要不然就是语气不好 那对弟兄姐妹也不耐烦 笑容说不大真实 所以有一次那个负责同工 在跟他讲话 他又不耐烦了 又对他不耐烦 但是这个负责同工继续鼓励他 结果神开始工作了 神就感动他说 你这样不对 所以第二天 当他在灵修的时候 神叫他你要悔改 所以他听进去神的话 他就不断地跟神说 我过去这么不好 过去这么骄傲 意见跟人家不一样 我就不高兴 我又不愿意听权柄的话 主要帮助我 感谢主 神给他能力改变了 神给他能力改变了 当他愿意的时候 他愿意顺服的时候 当他面对自己 这么大的骄傲的时候 他愿意祷告 神就改变他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 可以服侍人的人 以前是骄傲的 然后没办法跟人家合作 没办法跟人家配搭 但是现在放下自己 就可以跟人家在一起 好 第四个是圣灵主动对我们说话 帮助我们 神会主动帮助我们 神会主动对我们说话 我跟戴牧师 我们在过年前去美国 参加一个教会 那个就是比尔强生 牧师他们的教会 那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牧师 他在 他在讲 然后呢 上面放一个PowerPoint 一个人的见证 那个人是什么 那个人是一个年轻人 那个人是十岁的时候 开始吸毒 然后呢 偷东西 偷可乐 然后呢 后来当然越大 就偷越多的东西 为了什么 吸毒 所以 后来工作又被Fire 那 他一天要用 大概一万台币 来买毒品 跟人家比赛怎么吸毒 后来他人生 实在是走不下去 他拿着枪 放在自己的嘴巴 准备要自杀 他20岁左右的时候 当他要准备抠板机的时候 有一个声音跟他说 神爱他 叫他不要这样做 他小时候去过主日学 这时候神拦住他 神对他说 神爱他 他就想起 神 他小时候去上主日学 他就跟神悔改 他求主救他 结果他那一天就睡得很好 第二天起来 他的那个毒瘾就消掉了 他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神改变他 然后他就结婚 他就做牧师 他就是站在这里 讲道的儿童牧区的牧师 他有两个孩子 他过一个幸福服事神的人生 神在人走不下去的时候 神介入 神帮助他 兄弟姐妹 神爱我们 神帮助我们 最后是什么 最后是 我们服事主 帮助人信主 帮助人 成为生命改变的时候 神圣经说 他就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主会工作 以前 在楼下 门口 我常常看见一个人 站在那边 就是站在那边 看东看西 后来过去 因为过去 我就跟他打招呼 打招呼 后来就停下来跟他讲话 其实讲话 他就开始讲 所以每一次都是听他讲话 他就讲了 讲了大概有时候 十分钟 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就是这样子 后来我跟他说 你要不要来上面聚会 他就来了 我又问他 他就跟我讲 他下面看什么 他下面看谁进去 谁进去银行 然后那些人表情怎么样 所以他就看透人生百态 他跟着说 人没有一个是好人 我说对 你很接近圣经说的 因为圣经说 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他说没有一个好人 然后后来他来聚会 我说你参加小组 后来他参加小组 他一个对人生 看近人生百态的人 他跟我人机差不多 他神自己会工作 所以我们只要去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生活着 是自己得着这个生命 然后去给出主的生命 得着生命需要神 给出主的生命需要神 神一定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主 你前后还到我们 按手在我们身上 我们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灵 我们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面 主啊 你就是爱我们 你让我们把我们带到你面前 你要解决我们的问题 你用你的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 不要叫我们照自己的意思 来看人生 要照你的意思 让我们靠你的能力 让我们连结于你 我们倚靠你 让你的爱充满 我们没有爱 我们没有能力 让你不断的充满 你充满 直到我们有力量 可以起来去饶住人 起来去医治人 起来去爱投赌 主啊 起来离开我们的骄傲 谢谢你 祿ards了 祝你 打赏 谢谢 各位 J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